是婚姻班主任的梁主任吗 顾振宇 对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你这次回来也不提前通知我一下 太不够朋友了吧 临时做的决定做得特别匆忙 我这不亲自来赔罪了 那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啊 你希望我待多久 我希望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那我就不走了 真的 太好了 淡定啊 你现在可是当红的女主婆 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神哪 大庭管主之下的淡定 来都来了 去我家里坐会儿呗 不了 我回去还得看好的资料 我送了来看你的 给你到澳洲 带了个小礼物 谢谢 周末有时间吗 我们去爬山 好啊 爬山我喜欢 就知道你喜欢 那行 那周末见 我走了 路上小心 拜拜 拜拜 咱们 一二 十三 十四 好 哇 师哥 为了他 我喜欢你 你不能入睡 花再多情也会枯萎 他们都说我们就是天神一对 明晚要加班 我们早晨一起去爬山吧 山顶之约 要迟到了 快点 梁大美女 刚才你又迟到了半天 现在又慢吞吞地下个乌龟 我这不是给你一个等我的机会吗 让您展示一下绅士风度 好啊 如果你要是累了爬不动了 说顾振宇我求求你我爬不动了 我们就停下来歇一会儿 开什么玩笑 我在大学也是参加过运动会的 我想起来了 我记得有一次运动会有一个西花摔得很惨啊 你慢点 终于到山顶了 是不是刚才的疲惫 一扫而空了 山上的风景正好 正宇 我们有很多年没有在一起爬山了吧 是啊 真是好多年了 我还记得咱们上大学的时候 爬了很多山 想想大学的时候 我们一起等了那么多山 一晃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 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登上珠穆朗马峰 可是啊 一直被工作缠身 对各种促使 一直也没有机会去实现这个愿望 不过有朝一日 一旦我下定了决心放下这一切 我一定就会去实现这个愿望 那你到时候带我一起去吧 带你 姐姐 得了吧 女神 你爬这个小山都累得气喘吁吁 我再带你去爬珠穆朗马峰 你不是让我背着你爬上去吧 什么呀 我可以锻炼啊 再说两分 到时候谁先登上珠穆朗马峰 还不一定呢 口气真不小 好吧 我考虑考虑 这么牛 开玩笑 想念我的男生多得去呢 好啊 那就让那些老板们保护你去 爬珠穆朗马峰吧 嗯 你说的啊 别后悔 哎呀风景这么美 我给你拍张照片 来 笑一笑看着我 不要摆出主持人那种笑容好不好 你生活一点 对 这样好看着我 讨厌 这才像是大学手的良心 这才像是大学手的良心 您二位哪位是佟总啊 哦 老李告诉我 佟总会从转人电梯下来 出来的就是佟总 但我没想到 会出现两个人 老李呢 老李今天生病了 今天又我来带班 那你看我们两个人谁像佟总 这个 行了 不逗你了 这位是佟总 我是顾振宇新来的建筑设计部总监 哦 佟总好 顾总您好 我叫李浩 你们叫我小李就好了 请 真的 我跟你说 女生啊 是很难捉摸的 我们说 没事 就是有事 笑什么 我们说 没关系 我朋友 我朋友的一个搞笑视频 也不知道谁做的 良心 就是电视台那个主持人 呃 节目叫什么来着 婚姻班主任 我跟你说的也没有 你也不看 你还有这种爱好 哎 她是我朋友啊 我当然也捧场啊 而且呢 这个节目确实挺有意思的 你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大千世界 真是无其不一望 有时候工作职业要很累的时候 看看确实挺放松的 哎 景敏 我觉得你没事也看一看 挺好的 你不能老端着 你也得接接地气啊 哎 哎 对了 你对男人呢 比我了解 你下午陪我去挑一份礼物 嗯 礼物啊 这一年一度重要的日子又要到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好 请问我喝下午茶 原来是要给情郎挑礼物啊 什么情郎啊 别胡说 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啊 我再强调一遍哦 我跟顾正云只是好朋友 男闺蜜你知道吗 是是是 好朋友 男闺蜜 那今年又要把礼物寄到哪个国度去啊 今年不用了 他回来了 啊 那这么说 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啊 是你的吧 哎 那作为朋友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机不可施施不再来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